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出生的时候就会有死的一天 这个道理很简单 只是在你出生之后怎么样来把握每一天 让自己能够走得光荣 现在话叫走得光荣 死得光荣 生得伟大 那么我们怎么样呢 应该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呢 生得伟大 生出来最好爸爸妈妈就能念经的 学佛哄法度人的 对不对呀 那么一辈子不浪费时间 一辈子就人度众 到最后夜盘俱进 到最后这里开悟 那么脱离六道 那么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活了 明白了吗 所以想想这些 再去想想自己想不这种感情上出问题 想想看那些肮脏的感情 有时候放了也放了 对不对呀 对的对的 想想看那些男人跟你女人谈恋爱 他不停的需求 不停的做那些畜生的事情 不停的贪啊 跟你一起去做 去买东西嘛 又贪了 什么贪了 什么都贪了 他自己贪贪贪贪贪到 他贪到的得到了 最后呢 他又找到个女人 他又去贪另外个女人的时候 难道这种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嗯 是的 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女同学都很苦 都执着于情 然后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就没智慧 嗯 有什么走不出来的 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就说明你自己约不过自己 就是过不了自己一关 对不对 对的 嗯 对的 要是没有师父这些白活法 要师父这些耳提面命的开宿 我觉得我们好多同学 都真的很苦很苦 感恩师父 感恩有这么好的 嗯 就想开点了 很肮脏的事情 嗯 这这这种 真的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师父一直说 我们都是用假油 啊 假的身体就修 修这个真的灵魂 你想一想 真的 你想一想 他如果真爱你的话 他会执着于你的一切 他就会离开你吗 不会的 当他真的想离开你的时候 他没真爱过你 我就跟你讲 嗯 那你既然人家已经不要你了 不真爱你了 你 你还神经病啊 你还盯住人家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